咱们是谁啊 我哪知道 喂 喂 那个童年在你那儿吗 他昨天晚上喝多了 现在还在睡觉呢 什么 他喝酒了 那个 他妈妈正到处找他呢 知道的话肯定要生气的 你千万别让他接电话就行了 谢谢提醒 我知道了 他喝酒了 对啊 不过也好 今天都快点 也是好事 我 童年 不要接电话 喂 喂 喂 姐姐 你到底什么回事啊 你妈妈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 谁都不接 我问你在哪儿呢 我在 韩昌妍家呢 她现在就在我旁边 什么 你 你 你在她那儿睡觉 她姑娘呢 你笑话吧你 别好哭 我再睡一会儿 我跟你说你马上给我回来 听见没有 喂 喂 那个阿姨我是韩昌妍 她身体有点不舒服 在我这儿睡一会儿 然后你带她回去 然后我会跟她一起 请回来然后亲自向你解释 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 拜拜 阿姨 好 好吃 吃什么吃 喂 喂 她在谁那儿睡觉 你说话呀 她在谁家睡觉呢 韩上妍 韩上妍 她们俩又在一起了 年妍又回心转意了 什么回心转意了 一看就是被骗过去的 韩上妍说了 说年妍不舒服 在她那儿睡觉 说晚上回来 跟咱俩解释这事 其实那孩子 对年妍挺痴情的 现在想想也挺不错的 她至少对年妍一心一意啊 你说 你怎么回事啊 你得当爸爸的 你姑娘在家里 在人家那儿睡觉 你就不担心啊你 我当然担心了 没你想那么严重啊 老婆 客人还在家里呢 等客人走了 咱们再说这事 不行不行 你现在立刻马上 把年妍给我借回来 快去快去 你干嘛呀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年妍又不是小孩子了 她现在是大人了 你做任何事情 给孩子留点面子行不行 再说了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又不是旧社会 你瞧你的风险思想 我告诉你说啊 年妍在韩商业那儿睡觉 我这个当妈的 我一万个不放心 跟我快去快去训练 老婆 你听我说 我跟小韩聊过 小韩那孩子 我觉得她做事挺有分寸的 你放心 如果有任何事情的 她做事情 会顾着两家大人 你放心吧 行了 你说这年妍这孩子 怎么回事 你说这回那孩子多好 这天天去医院伺候她 妈一看就是一个孝顺孩子 这年妍怎么就 跟她一点缘分都没有呢 这气死我了真是 其实小韩那孩子 也挺不错的 至少对老人也挺有耐心的 多好 你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又听着你口风有变呢 口风有变呢 我问你 你是哪边的 我能是哪边的 我当然是你是一边的 我只是发表我自己的 个人意见 但是你是一家之主啊 你是这个家里的核心 你的意见是最大的 我都听你的 对得了吗 你不问你是 客人在呢 走走走 管管管 走啊 走 行了 刚才你妈给你打了四十七通电话 但是我没接 可是你接了 我电话呢 我电话呢 知道你跟你妈说什么了吗 我说什么了 我用词还挺纯洁的吧 你说你躺在我这儿睡觉呢 旁边还躺着很伤眼 我怎么会睡觉呢 鬼话 赶紧去洗漱一下吧 一会儿陪你回家 你为什么陪我回家 你妈 你妈在电话那儿都快疯了 都快吃了我了 我得去跟她解释清楚吧 完了完了 我死定了 妈 我死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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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人 我死定了 removes 不知道 干擾 знач 我们的生产 后qué 要去 哪里 看什么 看你穿衬衫的样子好帅 你穿西装干什么 饿吗 不饿 就先把你爸妈给解决啊 我包 等一下 我来帮你吧 要不然 要不然你别进去了 我妈在电话里挺生气的 我怕你进去以后会被骂 你还知道犯错了 我又不是故意的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别怕 爸 妈 怎么回事 你怎么会睡到她那儿去了 你们俩不是分手了吗 到底怎么回事 给我说清楚你 姐姐 上楼去 我上楼了 他们为难她怎么办 本来她在家里就不受欢迎 上楼去 听见没有 不行 我不能走 我什么都不说我也不做 我就坐在这儿听你们说话 可以吗 叔叔 阿姨 非常抱歉 还是让我先说吧 好 你们坐 Summer 上去 我和童年的事 二位长辈可能有一些误解 两年前 我刚刚创立KK俱乐部不久 在一次展会上 我第一次遇到了童年 一面之缘 便再也无法忘怀 不是春节前才遇到吗 还是我追你啊 本以为人海茫茫 无缘再见 万幸 今年我带队去参加比赛 他刚好在当地有一个活动 这也算是正式的认识了 当时的我特别地激动 可能觉得我是不是太夸张了 一个快三十多岁的男人 怎么可能像个矛头小子一样 可是请你们相信 我说的是真的 明明是我很激动 你理都不理我 刚开始 年年可能不太接受我的年纪 毕竟我比她大这么多 所以就有了年夜饭那天晚上 所发生的事情 我很抱歉 对于二位的隐瞒我非常地内疚 当时年年并不愿意承认我的存在 因此 我也不敢擅自地登门拜访 他到底在说什么 身为一个男人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事业 先立业再成家 可是自从遇到了年年 我觉得一切都不重要了 我们刚和好没多久 怕又跟我提水药粉 我非常地崩溃就回来了 所以就有了今天的状况 我把年年带到俱乐部 我问她 如果你真的不能接受我现在这么忙 那我就抛弃掉我所有的股份 我就彻底转好 为了你 我愿意放弃我一手打造的KK俱乐部 年年还笑 对于她来说 我可能只是她感情的一部分 但是对于我来说 她已经成为我人生的一部分了 所以我今天把她带到这里来 冒昧地拜访二位 我就是希望二位能给我一次机会 如果年年不愿意跟我在一起的话 真的想分手 那我现在立马转身离开 消失在你们的面前 如果她愿意跟我在一起 我希望两位 可以放心地把她交到我的手里 让我好好地照顾她一辈子 照顾她一辈子 其实这小伙子也挺不容易的 不容易吗 挺有个人美丽的 小韩 虽然说我跟年年她妈妈 我们不太明白 这玩电脑也能当做一份事业来做 不过我听说你的事业发展得不错是吧 新兴产业嘛 投入的时间和精力 那肯定是比其他的行业要多一些的 我呢 就只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今后事业发展的重心会在哪儿 听说你公司的总部在挪威是吗 中国 叔叔请放心 我大部分的时间都会在国内 那就好 一国内很麻烦 小韩 你这说了半天 你也没向我解释清楚 年年为什么要睡到你那儿去 叔叔 阿姨 你们请放心 我真的是对年年是真心的 所以在没有取得你们的允许之前 我不可能对她有任何的非凡之想 我跟你说 我不管你是不是真心的 反正年年原来不这样 认识你之后 玩电脑 整天就恨不得跟在你屁股后面 现在倒好 她 她都睡到你那儿去了 我一说我这个女儿 我都快不认识了 年年 你给我上去 你说你像什么话 你给我上整理一下 走 走 赶紧进去啊 你好好反省一下 你说你像话吗 你还没嫁人呢 就轻易跑到男人那儿去过夜 这传出去像什么话呀你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呢 气死我了 小涵 小涵 年年她妈妈从来没对年年说过重话 也没对年年出现过这样的态度 年年肯定很伤心 你上楼劝劝她吧 去吧 叔叔相信了 不是 去了 你好 你 是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你